全球輿論大樓台 近代有報天天讀 大家好 我是邱德海 到了今天7月17號星期五了 但事兒還是很多 第一個是今天上午 我們是大家收到消息的 從今天早上10點鐘開始 反正從香港進入到 深圳的口岸的人 進入到廣東 一律都要在香港當地 經過核酬檢驗 而且74小時 72小時有效 這說明什麼呢 說明香港疫情 現在非常的嚴重失控 一會兒第三個會來 做詳細的分析 第二 昨天下午我們收到消息說 特朗普政府在密謀 做一個荒唐的舉動 什麼要禁止中共黨員 和他們的家屬進入美國 這很多人呢 這開玩笑 好 一會兒一個個都會告訴你 好 當然先跟你說一下 今年上半年 這個中國內地的疫情 開始控制住第二季度 經濟有明顯的反彈 馬上告訴你 中華取消 好 中華局長我們先看這裡 香港新聞報導說 中國的第二季 GDP反彈到3.2% 這個復甦是超過的預期 大家知道這個今年上半年 這個世界銀行什麼IMF 國際貨幣金融都在預測 說世界各國的經濟 基本上全世界都是負增長 美國前幾個月有讀到的是 負增長2.9%了 德國 法國是負增長5% 上半年6% 他們認為中國是正增長1% 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中國的經濟增長 顯然要超過他們的原來的預期 同時 Financial Times 英國的金融士報報導說 雖然疫情反彈 但中國經濟也在反彈 這個反彈當然是好的 《南網早報》報導說 中國經濟的反彈 其實對亞洲經濟的整個增長 是有好處的 同時我們看看中共中央機 官報《人民日報》說 第二季度實際使用外資同比 增長8.4% 同時的國之委 按照香港文慰報報導說 央企的上个月的净利润增长 是5% 创得新高 同时大公报还报道说 央企降费 全社会的运营成本减到1200亿 同时新报还报道说 中国今年6月份失业率 回落至5.7% 这个有好多因素 疫情控制住了国家的力量 还有中国的消费力量 所以讲到消费 我们再看看香港新报报道说 内地复苏不平衡 出消费迎难而上 我以前一直讲过 我说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一个 我们中国经济的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一个社会生态系统 它是原来中国是一个大市场 现在中国自己有消费能力 对不对 同时中国制造能力也还不错 还有一点点的科技创新能力 所以这整个一个 使我们能够有抗风险能力了 英文叫resilience 有抗风险能力 正好最近中国高次也在提 中国经济内循环 所以这个思路跟我 英雄所见略同 自己夸夸自己 同时香港新报和香港经济日报报道说 经济日报还报道说 消费皮就业落 政策料续发力 所以现在你看 这个凡的中国高层 第一句话总共是稳就业 然后初增长等等防风险 香港新报还报道说 70个城市的新盘涨价 4.9%走势转强 楼市 股市 车市 这不是开玩笑吗 这是所有的 凡是信心指数啊 如果明天不会更好 还会买车吗 如果后天不会更好 还会买房吗 你去想一想 对不对 这就是今天我们说的 信息比黄金更重要 好了 与此中国那么好 美国就开始不行了嘛 所以我们看看 这个昨天下午说 纽约时报报道说 说这个特朗普内部团队 在秘密地谋划 说要禁止 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员以及他们的家族 进入美国国境 这个我们一算的话 开玩笑 这2.7亿人 9200万党员 加上他们的家族 2.7亿人 几乎是中国人口的七分之一 还有多 它进得了吗 好 我们先看看 纽约时报 有这么一个报道 然后联合报还报道说 这个川普准备进 中共党员以及亲手赴美 这已经是昨天的纽约时报了 今天最新的纽约时报 还有一篇报道是说 它说9000多万党员 中共党员里面有很多了 有意识形态的 也有可能一些意见不同的 他说还有一些是为了 事业的成就和发展的 他说把所有这些人 全部进在美国之外 纽约时报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一个举动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2.7亿人 所以按照联合报的报道说 大陆外交部 昨天下午的例行记者 会杀外交部发言人 华正宇说可悲啊 他说美国作为世界上 最强的一个国家 还剩下了什么 与此同时呢 这个美国不是要制裁吗 国安法的问题要制裁 据说到最后 他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从名字上拉下来了 据说 据说 这个特朗普说 他亲自把他拉下来 因为他不怀悔 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 但林郑月娥也不怕呀 他说我在美国也没什么资产 我也不向我到美国去 你不给我签证我就不去呗 《香港海星记录》还报道说 美国最新传针对中国的措施 一个是官员 中共党员 还有限制华为的签证 还有TikTok 微信 他也要采取取动 好了 《人民日报》说 对抗游戏完全是害人害己 路透社中文报道说 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大豆 单周玉米采购规模 是有史以来 有记录以来最大的 同时昨天还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信息 就在美国对中国 放出这丰盛的时候 我们你看 未来一礼不动 昨天下午中国官方通讯社 新华社发表一篇文章 是咱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 对好像是18个 跨国公司的CEO的一封回信 这个世界上有一个 由35个跨国公司组成的 CEO的什么一个委员会 他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 说第一 感谢中国抗议成功 第二 感谢中国继续 这个引领世界的一个 全球化的潮流 所以这个习近平主席给他们回信 说感谢你们扎根中国 你们扎根中国 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举动 你看看两边两相相比 中国话说高低立线 那个特朗普啥格局 这简直是 同时我们再看看 中美关系紧张 户子错了4.5% 手3200块 但今天早上稍微一点反弹 这次就是抖音以及TikTok 它的国际版叫TikTok 它的母公司直接跳动 准备专攻内地抗美封杀 那么TikTok 以后有时间跟大家讲 这几年在香港已经打不开了 因为他已经离开香港了 而且他在美国的公司里面 他的CEO叫Kevin Mayer 本来就是迪士尼的一个高级管理层 都是美国人的 开玩笑 库德罗夫说 预计TikTok将分拆为美国公司 注意美国人的内部的分歧 同样是特朗普的两个 Economic Advisor 这个经济顾问 库德罗夫相对比较理性 他说有可能会分拆成美国公司 另外一个 皮特·拿巴罗是特朗普的另外一个 人说你分拆成美国公司 我也要把你封 说明特朗普两个 两个 啥 两个顾问之间 他们还有分歧的 但是特朗普好像听拿巴罗听的比较多 库德罗夫基本上是向外传风声的 然后美国释放部长 还批评迪士尼级大型的科技 过分地讨好北京 然后华为当然部分员工的签证 被卸了 华为说这武断 不公平 商务部也表示坚决的反对 同时也有些其他的西方公司 除英国政府分配5G的一个份额 英美外长通话 同意推动发展安全的5G方案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 没有华为的全球5G 基本上就是一个笑话 再过个五年十年吧 等到中国已经记录 七G八G时代了 他们还在那儿搞5G 对不对 这是明摆着的事 韩国《中央日报》说 美国加快围剿华为施压 韩国等没有加入阵线 最近特朗普自己说了 他说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 他都是我亲自劝说的 所以现在日本 韩国 也承受了蛮大的压力 我们要拭目以待 加拿大 关键 加拿大为何迟迟 目前还不禁用华为 这很有意思 据说是如果禁用华为以后 加拿大老百姓交的税会比较多 英国大学担忧中国学生取消留学 对啊 因为德国 法国 你还要用语言 还要学法语 学德语 你美国不去同样是英语嘛 就澳大利亚现在不会有人去了 对不对 去英国 所以这个叫什么 这我们叫服务贸易 这很大的一笔钱啊 开玩笑 中国东盟大使说 将尽快地重启南海行为准则的一个磋商 中国和法国呢 现在按照南华早报的报道说 被称为是最主要的一个 叫稳定世界秩序的一个因素 因为马克龙小伙子嘛 挺帅 这个帅还是其次 关注他提出的一个叫 Strategic Autonomy 战略 自主性 因为冷战势力 欧洲一直想要什么外交自主 房屋自主 终于马克龙想把它搞成了 当然我觉得完全搞成不太可能 但是小伙子挺有雄心 比莫大妈还好一点 这个就是这个事了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了 这个从此时此刻 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 11点多 一个多小时之前 现在此时此刻的什么口案 深圳湾口案一定是静悄悄的 因为没有人去了 对啊 10点钟之前肯定忙得一大糊涂 但到了今天晚上 肯定又会繁忙 因为很多人现在忙得到香港医院 去做检验结果了 为什么呢 因为香港的疫情失控了 北上第一 破爆深圳 很多人还到东莞去了 现在东莞没啥好玩的 这也不是10年前 好嘞 这咱们时间有限就不说了 明报和这个新岛日报报道说 这个香港现在这个检验的手段 也是有限迫切需要主国大陆的资源 这是后面是我说的 人民人网说 新疆 韩新疆建设兵团新增肺炎的确诊病例 一例无症状的感染者 好像也有几例啊 有三例 然后呢 现在有些地方的低风险的影区 可以下周开始恢复影业了 现在有几个行业 一个旅游业 餐饮还好 还有什么 航空业 还有电影业 哇 这个是惨淡经营 中央书报 好 后面看看这个长江流域的这个汛情 香港新报报道说 长江上游的暴雨要三峡预告 还要泄洪 然后经济日报报道说 这个水灾重创 重粮大省 农民说 这个收入要受影响 然后呢 证券市报说 痛掉决心明年开始 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将实行十年进捕 禁止捕鱼啊 不是进捕啊 开玩笑 我普通话说的不太好 那个大公报报道说 今年第20次了解放军飞机巡航台岛 注意巡航这两个字 那意思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地盘 我们在自己家里头巡航 这很重要 这个南营的联合报和中国时报 还报道说 这个台军又两个 又有什么直升机坠毁了 两个殉职 今年2020年开始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不是疫情开始的 是1月3号 那个谁 那个伊朗的那个将军 叫什么来着 苏莱曼尼将军 在伊拉克的国际机场 被美国定点清除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台湾军队的黑鹰直升机 然后台湾的陆军参谋长 坠机死亡 这两件事是导致了 是跟随到2020年开始的 后来疫情来了嘛 大家就把它忘了 但是台军战斗力不强 这肯定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今年汉官演习 伤亡最惨重 我们的美女主编告诉我 台湾的海军 在1.5米的水里面 居然会被淹死 我说1.5米 这好像是小孩子游泳池嘛 站都站起来了 你看完下 像我1米8的个子 站都站起来 他们居然会淹死 我也真是醉了 要喝多少酒 我才能醉 台海网和中国时报报导说 蓝尾被清场 监院人士今天开始表决 同时香港新报还报导说 银报间说杜绝大股东 操纵的 隐形的操控的乱象 福建的乔丹控亚马逊的一个侵权 汉堡王在华的餐饮店 被发现了使用过期面包做汉堡 这完全不应该嘛 然后昆明一个小学生 说什么抗癌 喝茶 被查 然后澎湃和相关新报 还报导说 中科院合肥一个研究所 据说有70多 90多个人积极移植 然后人士说是被挖走的 这要说一说 这要说一说 有关美女的问题都要说一说 这个亚洲端报导说 中国首女 那肯定是真人秀了 首女 首女选秀节目开始爆红 乘风破浪的姐姐突破传统 我还咕噜寡 我还真没看过这个节目 要去看看 要去看看 这个这么好的节目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 这个香港经济日报报导说 餐厅自旧 休晚室 转工早茶 下午室 关键是打边炉怎么办呢 打边炉提早打 提早到了 早上打边炉 这时候也可以有 好嘞 大清世界 餐厅空空如也 就以前我给大家讲过 一个笑话吧 一个西方曾经有一个笑话 说一个餐厅 这个没人去 然后老板呢在门口 挂个广告牌 说快来吃饭吧 要不然你我都得挨饿 挺好 我建议今天香港的 所有的餐厅老板 都去挂牌牌 要不然你我都得挨饿 好了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看这边 看看国际上的很多事 有关疫情的问题 最近很多地方在反弹 我们很关心 在我们中国的香港 昨天是单日新高 单日高了多少的 67个 但67个对香港来说 单日新高了 但你看看美国是多少 一说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你一跳 马上告诉你 国际去教 看这边 你很快地扫一眼 把眼睛赶紧扫完之后 赶紧把眼睛闭起来 看了一个7 你以为是7个吧 或者70个吧 No 告诉你 昨天美国单日新高 是7万个 这不是开玩笑吗 当然美国比香港大很多 但也没那么大呀 所以 但是问题是 美国的总统在干什么呢 总统按照《华晨顿邮报》 这不是我们说的 《华晨顿邮报》说 到目前为止 没有看到总统特朗普 有任何的抗议的计划 然后他还乱七八糟 这个令人混淆的各种指令出来 《华晨顿邮报》 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 《病毒不听他的》 这是病毒不听他的 这开玩笑 好了 同时我们再看看经济 这个MF国际货币金融组织的总裁 警告全球经济还没走出困境 然后按照路透社中文网的报导 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 相当于GDP的331瓦 这杠杆率很高 创纪录新高 同时呢 这个VOA 美国之音和路透社都报导说 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疫情 还是全球的饥饿状况更加加剧 是啊 肯定是这样的 现在真的是 知道吗 在经济里面叫winner takes all 我们说这个赢家通吃 然后呢 穷者越穷 富者越富 然后呢 本来饿的人就更饿 所以现在失业率 22年新高 澳洲百万人丢掉了饭碗 这个同时呢 这个对澳大利亚的很多企业来说 这个跟中国之间的关系紧张啊 是他们的最大的一个忧虑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的很多的这个 这个中国是澳大利亚的第一贸易国嘛 好 同时我们再看看啊 除了疫情之外 还有其他的一些 一些情况 医学上 英国的研究表明 红疹有可能成为全世界的第二大病 第四大病疹 那么现在疫情 疫情大家很关心 说这个疫情 不是疫情 疫苗什么时候来 所以Financial Times有个报道 说Weakening Immunity 这个人的抗体啊 正在抗体正在减弱啊 使人们对于这个疫苗 未来的前景也感到担忧 好 后面来看看这个老先生 老先生据说79岁了 上礼拜跟FT吃了一个午饭 叫Lantus FT 他说我79岁了 虽然不照特朗普待见 但是我跟你说 以后全世界人民一定会记住他 而忘了他的老板特朗普 这个他说啊 疫苗尽善 美国专家不怕中国多先标 没关系 这就是科学家 科学无国界 这是自然竞争吧 他后面没有地缘战略冲突的任何考量 你看老先生 这哪看得出79岁的开玩笑啊 这个RT报道说 In style 这个完全就很有fire 是吧 所以傅琪称 白宫无权将其解聘 是啊 他还怕白宫吗 好 这是很大的一个事 所以只要你有本事 白宫求着你 彭拜说了 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金工中心网站 恢复 已经删除掉的很多数据 好了 我们看看印度 我们那个Indian people Indian 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超过100万 死亡超过2.5万 还跟中国闹呀 印度的医院的职员罢工 要求加薪和改善措施 印度的疫情洪灾 居无定所 然后还有医院的老板 伪造新冠证明说开了 原来阴性证明是可以伪造的 然后呢 很多人呢 有人还潜逃 然后呢 东京奥运会 我看东京也拿了 明年的7月份 这个2020年奥运会 2021年也举行不了 东奥会的奥运会说 北京冬奥也无望了 这个东京奥运会 有可能取消 克里姆林公呢 否认盗窃新冠病毒的疫苗 然后同时英国外相说 俄罗斯泄露 传播英美谈判的密件 有可能会是干预美国大选 北析二号面临美国制裁 美国制裁俄罗斯的新名单里面 还有香港公司 如果跟俄罗斯做生意 可能会就有个麻烦 美国的政商领袖 同遭这个骇客的入侵 连什么奥巴马了 拜登了 伊伦马斯克了 一大堆了 比尔盖茨好像也在里面 好像FBI调查 推特黑客事件 白宫说特朗普的战户 非常安全 好吧 你这么一说我就这么一听 然后研究表明 特朗普的粉丝不表态 民调恐没有反映隐性的势力 你以为特朗普的几千万 都是他的粉丝 我也是他粉丝 我也在里面 我也关注他的推特 但我是他粉丝吗 关注不等于粉丝 这是两个概念 香港经济日报 说拜登和特朗普斗经济 实则速途同归 好吧 两个老人 最后告诉你 就是他的侄女 他的侄女最近不是 跟特朗普老头干了一家吗 现在卖了挺好的书 卖了第一天就卖了95万本 过去说报 后面再告诉你 香港文明报和明报报道说 欧盟法院推翻贸易协定 推翻协定 说先美欧隐私贸易战 其实在隐私问题上 数据问题上 肯定是欧盟做得比较好 这个好像是去年吧 2018年 5月25号 欧盟出了一个GDPR GDPR 叫General Data Regulation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Protection Regulation 就是规范整个的大数据 全世界支持一家 美国的科学家 呼吁特朗普放弃 重启核试炎的计划 特朗普基本上就疯了 基本上就疯了 疯了的节奏都这样 但是还有一句话怎么说 上帝要让他灭亡 必先让他先疯狂 这话没毛病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还说 美方因窃室旅行 核柴军特殊优先的一个责任 美国两栖攻击舰 好人理查号 逢烧多日 然后被救 终于熄了火了 你说这不是跟台湾人 跟台湾群人什么1.5米 还能被淹死 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不是一个笑话吗 得喝多少酒才能醉成这样 俄罗斯外交部说 有消息称美军在叙利亚 有一个地方训练武装分子 然后神秘爆炸案 然后美国发现 异量防空系统出现高度警戒 然后埃塞大坝 先三国的一个外交风波 泰国的财长 财政部长辞职 总理下个月要改组内阁 然后日本还有一个消息说 2020年 日本放弃2020年 使女性领导 增到30%的目标 这个硬性目标也没必要嘛 好有必要 看看我们的竞争 竞争上半年公开活动次数 创自身以来新低 也不知道啥原因 但她的妹妹很强 她的妹妹前一阵 上个月不是 咣地一下 把朝鲜境内的开成 工业区里面的 朝韩联络办公室 听上去比较复杂 咣地一下炸掉了 现在韩方 检方要调查 说你咋回事 然后文在寅总统 施政负面评价 突破50% 支持率率减 所以文在寅他现在 经济啊 抗疫啊 都不咋的 他最主要的政绩 就是朝韩关系 美朝关系的改善 所以这个给他一抽掉 不是釜底抽薪吗 美国就业数据 逊于预期 这肯定的 欧洲央行表示 购债的步伐将要放慢 同时油价还下跌 之前欧佩克同意 减产的问题呢 这个疫情依然在加重 最后告诉你老人 老人为什么会老呢 当然有很多种原因啊 里面补铁 铁不足 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假如说 想减缓自己的衰老进程 补铁可能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 西伯利亚热浪八万年一遇 2020啊 真是 史上最近的一个 距离太阳特写 特写照片曝光 拍下引火的一个样貌 最后告诉你 在这好像是在哪个国家 在泰国啊 在哪个国家 马来西亚 多南亚 马来西亚 一个94岁的老爷爷 他的妻子去世了 94岁的老爷爷呢 眼睛一直不好 他其实在世的时候呢 两个人也没有看清楚 结果呢 在遗体面前他拿了手电筒 还深情地忘了王岐爷 你看多好了 好 休息一下 完了之后 咱们看看香港的疫情 真的快要失控了 昨天香港的担任新高 这个创了六十七个担任新高 这个要看未来一周了 假如说未来一周还不行的话 香港的公共卫生资源 不堪重负 所以到了今天 我这个点评啊 几经失控 我已经很多次说过了 香港的防控呢 防疫措施呢 是介于欧美和内地之间 比欧美没有好一点 比内地要差很多 比欧美好一点 因为香港还是东方文化的传统 老百姓基本上还跟政府 在生命面前他不会乱来的 那欧美就不一样了 跟内地相比呢 它基本上就刚才我说了 政府禁令 民众配合 但是缺乏科学的防控 科学防控迫在眉睫 但里面最最主要的 还是要用大数据 但用大数据呢 现在在香港社会提都没人敢提这个事 这就是一个问题了 当然现在此时用大数据 这一波用大数据已经来不及了 下一波 如果把这一波弄完之后 下一波一定要用科学防控 这一波怎么处理呢 那我都不太好说了 我认为啊 过几天如果不行的话 香港真的要封城了 恐怕只有用封城才能解决问题 有报电电路 下周我们接着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